我们鹰坛有一个遍布全国的行业 几乎在每个城市都能看到它们的存在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在太和县 到底有多少鹰坛人从事这个行业 我现在在安徽的太和县 像我们这种小县城 就有很多鹰坛人在这里开蛋糕店 大概有几十家吧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人流量不错的十字路口 在对面就有家蛋糕店 老板你是哪里的 我叫你鹰坛人 鹰坛老乡的吧 你们老乡在这里开了多少店 当我知道的就有将近快二十家店 二十家 对就存储和这种东北行业的 然后你在这里多久了 五年左右 为什么会想到来这边呢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亲戚带亲戚 朋友带朋友过来的 原来这样的 好嘞谢谢 这里是太和县的汉林广场的十字路口 依然是一个人流量不错的十字路口 据说这个牌子在太和县有很多家 你们这里老板吃银坛人吗 不得 吃银坛人啊 对 这里是太宗跟文庙的十字路口 这里又有一家蛋糕店 肯定是银坛人开的 我们去看一下 老板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银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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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银坛人 我是银坛人 银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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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近湖西路的十字路口 又发现了一家这个蛋糕店 我们去看一下 老板你是银坛人吗 银坛人 银坛人 银坛人哪里 我必须的 这里是太和北关的十字路口 光这个十字路口就有两家这个糕点店 这是我在太和看到最大的一家 银坛人开的蛋糕店 我是江西的 江西银坛的 老乡是吧 你是银坛人啊 你是银坛人啊 是啊 银坛人 银坛人哪里 他是银坛人比七个 刚才要是银坛人 都是老乡 老乡见老乡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这边啊 为什么能够做到 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是我们银坛人 为什么 我觉得银坛人做 专门做果子这一块做得非常好 然后银坛人吃得苦 比较吃得苦 我觉得 银坛人凭借着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 把烘焙行业 从最初的家庭化 转变成现在的连锁化 甚至工厂化 企业化 将烘焙的事业 开支善业 遍布全国各地 据说在全国各地 从事烘焙行业的银坛人 已经有十几万 甚至更多 我是洪飞 一个来自江西的太和女婿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我来自发表的 感谢观看